恶狼终于是露出了獠牙 开始对小芳施暴 小芳拼命反抗 但没什么用 小强在床下憋了一口气 然后掏出了身上的刀 一瞬间就刺穿了教授的脖子 鲜血洒了小芳一身 教授惊慌无比 作恶一声 今天还是在阴沟里翻了船 教授倒在了地上 很快就弃绝身亡了 小芳和小强看到自己杀死了人 心里很慌 但也知道不能报警 因为小芳和小强是非法闯入 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是正当防卫 小强把教授拍的那些照片和录像机拿给小芳看 小芳知道了教授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所以这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小强和小芳想把教授抬出去埋了 但是两人力气太小 根本就搬不动 最后他们决定把两人留下的痕迹全部清除干净 擦掉指纹 小强把刀丢进了泳池旁的下水道 然后小强把这变态拍的照片放到旁边 如果警察发现的话 那也知道这可能是被仇人所杀 但是百密一书 那个被小芳带上楼的帅哥 掉了一个钱包在床边的地板上 这位警察留下了线索 小芳和小强把带写的床单和衣服都烧掉了 就这样 他们继续赶路 小芳要去找到他的爸爸 他们俩改变了形象 这样有利于逃跑 改装后的两人换了风格 虽然这看上去好像更显眼了 小芳问小强 你为什么会有那把刀 小强说是我爸爸送的 其实小芳从小强那杀人的镇定的样子 还有随身带刀这件事 就不信任小强了 小芳觉得小强不再是一个安全的男人 而是一个很危险的人 小芳的脑海里 一直不停地闪现小强杀人时的情景 这让小芳感到很害怕 小芳跟小强说要去卫生间 然后小芳就从卫生间翻出去跑掉了 而小强在餐厅一直等 等了六个小时 小强知道 小芳离开了 因为小强其实已经看出了小芳的害怕和不信任 只是自己还一直抱着希望而已 教授的妈妈去别墅看儿子 发现了儿子已被杀害 所以就马上报了警 警察来到了犯罪现场 但教授妈妈并没有实话实说 而是把那些照片和摄像机都收了起来 妈妈知道了儿子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但却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这会毁了家族的名誉 教授妈妈把这些犯罪的照片都烧掉了 警察对别墅进行了搜查 找到了帅哥掉在地上的钱包 也找到了小强杀人的那把刀 警察把帅哥叫来做调查 帅哥把当天的情况都说了 因为帅哥离开后就去了一个酒吧 酒吧的监控得有帅哥不在场的证据 因为教授的死亡时间是在帅哥离开的几小时之后 帅哥的嫌疑被排除后 那现在的嫌疑犯就是小强和小芳啊 但警察不知道小强和小芳的容貌 所以调查陷入了困难 小芳离开小强后 走了很久 累了就在一个公交站台睡觉 而小强的内心无比的痛苦 看到了一群小伙 就过去花了一些钱 让这群小伙打自己一顿 小伙拿了钱 当然要把事情办好 所以就狠狠地打小强 让小强不白花这个钱 小强被打得鼻青连锁 打电话去了警局 打算自首